彩梅 师姐 你撑着爹 我马上来救你了 救我 彩梅 救救我 彩梅 快来救我 彩梅 彩梅 师姐 彩梅 师姐 彩梅 彩梅 快来救我 彩梅 师姐 师姐 娘表姐 你没事吧 彩梅 你能站起来了 你刚才自己站起来了 我刚刚自己站起来了 真的能动了 彩梅 我刚刚真的自己站起来了 是的 我的脚能动了 我的脚能动了 对 你的脚能动了 你的脚能动了 你的脚真的能动了才美 我的脚能动了 站起来了 彩梅 姐 我站起来了 是的 我真的站起来了 彩梅 我不会再美 不会再美了 你 没问题了 我们走吧 嗯 我看你穿什么伤胎 嗯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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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姐 姐 姐 来 让你这小贱人 在台上狠狠地出一次仇 成为经过的大笑话 一心我就和你逗逗看 雅兵小姐 该准备出场了 好 我马上就出去 就这样让彼此不走选择 就这样让生命自在不得 一起一起计较 不停不停计较 别让全世界变得不离不走 全部的全部的 起巧要起巧 全部的 心里不得 要起巧起巧 何必要起巧 何必要起巧 你起巧 我起巧 他起巧 全部都要不停起巧 何必何必起巧 就会认真 世界热情绽放 就会认真 天地轻轻奔放 何必何必起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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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生命摇动不停闪闪花宝 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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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兵 你没事吧 雅兵 雅兵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没关系 继续点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我们继续 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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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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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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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离无头 寒风尖架 扎平 你怎么平白五顾跌倒了 靳伯伯 对不起啊 我出丑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突然间重心不稳 可能是我的台风还不够稳吧 不是你台风不稳 是你的鞋跟不稳 这鞋是新买的 很贵的 怎么会才穿就断了 肯定是有人蓄意破坏的 是不是你们不小心弄断了 没有啊 雅兵小姐上台前 我们仔细检查过她的行头 都很齐全的 那会是谁弄的 还有谁进来过 金伯伯 叫殷星过来 是 为什么要叫殷姐过来啊 你不用问 金伯伯 我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爸爷 你有什么事啊 你最好马上给我说清楚 我金霸这一生 最恨吃里扒外 要是你敢打击我要捧的雅瓶 我就马上让你尝到 后悔的滋味 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打击雅瓶呢 他是个晚辈 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 你还想骗我 你当老子跟做那外头 那些傻爷们一样 见了你就同人吗 这间休息室全是你的骚味 你没事进雅瓶休息室做什么 你说呀 我 我没有 没有 好啊 真是罪毒负人心哪 你竟然暗中动手脚 想破坏雅瓶登台 你不让我捧雅瓶 就是在拆金国的台 你忘了 当初我是怎么捧你的 你竟然恩将仇报 难道你想回那个小渔村 继续挖牡蛎 一天赚几毛钱过日子吗 你别忘了 自己是什么身份 什么分量 给我听清楚 我随时可以把你打回原刑 八爷 我真的是一时糊涂 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你饶了我吧 我求你了 八爷 八爷 静伯伯 我看还是算了吧 殷姐她都道歉了 而且 她对金国也有功劳啊 你就原谅她这一次吧 好吧 听见没有 雅瓶不愧是念过书的 这么懂事 你呢 你跟她怎么比 你有资格嫉妒她吗 再过几年 你连帮她提鞋都不配 八爷 我再也不会犯了 我真的错了 三郎 三郎 你帮我说句话呀 我的心你一定懂得三郎 你给我出去 我不想见到你 好 好 好 你给我出去 好 殷姐好可怜哪 荆伯伯 算了吧 别再为难她了 鸦瓶 你呀 心底太善良了 不知道人心险恶 放心 在殷心没有彻底反悔以前 我不会 让她再有出头的机会 正是给她的惩罚 荆伯伯 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从来没有一个长辈 这样的保护我 我真的好感动啊 谁叫你这么惹人疼呢 金伯伯不疼你疼谁呀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我刚刚摔倒了 头有点医 你摔得这下可不轻啊 还是看一下医生好了 爸 我陪亚平去医院嘛 做些检查 没什么大碍的 不用了 还说没事 你现在想吐 一定是撞到头了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太队 三郎说得对 你快去 别拖出大毛病了 欢迎再来 欢迎再来 没事吧 欢迎光临 欢迎再来 雅萍 怎么样雅萍 我没事 这身泪 所以不舒服 就只是这样吗 不然怎样 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 你不用关心我 我要回家了 雅萍 你不用这样 上车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去医院 走 我不去 我不去 这是什么医院啊 这家医院的医生 跟我很熟 口风也很紧 你只管放心好了 有什么话 老老实实跟他说就行了 为什么要这么 鬼鬼祟祟的 你在想什么 你是真的不懂吗 还是不知道的严重性 你为什么吐啊 那不是普通的吐法 你为什么 我在这个是非圈里 已经见得太多了 你是吗 你说我 我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做什么了 你是被哪个混蛋给骗了 你说呀 你是 可恶 可恶 你这个笨蛋 你有大好前途 为什么要毁了自己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呀 你为什么从小 你为什么这么叛逆呀 我也不想他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的 你怎么这么叛逆呀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动了手脚 害我落雪 我的心情不至于那么糟糕 瞎傻地跟罗美出去 他骗了我 我 还视而不见 他说他出过乡亲去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我该怎么办 罗明是吧 好 我知道了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我一定要让他给你个交代 你会找他回来吗 我怎么做你不要管 现在最关键 是你要保住自己的身体 等一会儿 医生会给你 做一个完整的检查 确认你的健康状况 没有问题 其他的 我来想办法 小心点 小心什么 不如死了算了 你是个大笨蛋 把自己弄成这样 你满意了 孩子两个多月了 如果再大一点 你想拿都拿不掉了 竟然发现得早 那就拿掉它吧 你是真的不懂啊 这拿掉孩子 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 弄不好 将来没法怀孕了 到时候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未婚是子吗 那我一辈子就完了 先把罗明押回来娶你 你去认命吧 挺个大肚子 还想做歌星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趁肚子还没打到 让别人发现 你赶紧和罗明结婚生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 再可以做打算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这么早就嫁人 雅萍 不是什么事都会如你的意义 你真的是被你大哥宠坏了 我警告你 你不要自作聪明啊 我回去就告诉我爸 你不能再登台了 至于晶国的合约 我来负责取消 我不要 我不要就这样的家人 我不要 我不要这样 平凡的关义生 我不要 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 我不要 等你肚子大起来 什么事都由不得你 那我 就把这个孩子打掉 对 我不要这个孩子 不要生孩子 我一辈子都不要生 我不要 我不要 住手 你别总傻事了好不好 好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罗梅 如果以后我只能嫁给她 那只是痛苦地过一辈子 那我宁愿把我的孩子打掉 自由自在地追求未来的幸福 我说得出做得到 你什么时候才敢安分一点 乖乖地听话 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呢 你不要把 我怀疑的事情说出去 不要节约 我想做革新 我想要有自己的前途 可是 好吧 我先不说出去 就是你被撞伤了 有点脑震荡 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我会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 真是太好了 你一旦能战能动 接下来就能走几步了 离康复就不远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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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我这个当霸道 再来就能走几步了 他在旁边怎么鼓励都没有效果 一见到世界有危险 他就拼了命似的 瞧眼能动了 爸 如果那天落水是我的话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能这么拼命呢 啊 行了 爸 你这说什么呀 林老板 你放心 采梅啊是很孝顺的女儿 如果是你落水呀 不要说站起来 飞都飞得起来哦 对对对 雅萍 你回来了 脚怎么了 我的脚刚刚在学校扭伤了 我已经去医院擦过药了 所以才回来这么晚的 你小心点 怎么伤成这样 来来来来来 伤得重重 倒下 没事的 过几天就好了 放心吧 那就好 今天怎么大家都在这儿啊 采梅啊 她的脚快好了 所以来这边坐坐 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真的吗 采梅姐 恭喜你啊 先别恭喜 等到采梅啊 跟世界结婚以后 有的你恭喜嘞 世界啊 我看 你和采梅的婚事 可以开始准备了 你们俩 有什么想法吗 林老板 你怎么叫人家女孩子 自己说呢 我看哪 这两家都没有亲家母 不如我来坐坐好吗 好 好啊 这件婚事啊 心意到了就好 简单隆重 不要铺张 那个 气氛温馨 情意绵绵 你觉得怎么样 太好了 王氏 你说得好啊 那我就选个好日子 举行公证 再请她几座客人 好好好 这个是侍杰娶老婆吧 所以这个 要侍杰来负责喜酒 也就是我们来负责喜酒 敢有的这个聘礼啊 规矩啊 一样都不少啊 对 老母 王氏 多谢你们这么帮忙 你很年轻嘛 这种事啊 本来就给长辈来出面 算是我们对你们的祝福好吧 哥总算苦尖干来了 他现在这么开心 我一定要让他 能高高兴兴地结成婚 不能为了我的事 破坏他的心情